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同修的业障 同修自己悲 同修要问他的儿子 1986年属府的 看到了 讲吧 想问他什么地方啊 想问工作 我告诉你 他这个儿子啊 他这个儿子啊 脾气怪怪的 脾气不好 而且 他这个儿子喜欢 钻牛角尖 钻进去了 出不来 想一个问题 想不通 一直在想啊 想啊 想啊 他说他的工作不顺利啊 不是 我是说他先说他的毛病 听得懂吗 然后再讲到他的生活 他不是没有工作 我看他有过一个工作 干的时间还比较长 他的儿子呢 长得比他好看 然后呢 他的儿子呢 在单位里啊 喜欢的眼睛呢 左看右看 然后呢 翻译就比较累的 然后呢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 所以老板突然之间对他不开心 你告诉他 叫他以后在单位里 老老实实 眼睛 不要放电 听得懂吗 因为他这个儿子跟妈妈 上辈子是个老情人 所以很爱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从小不放他的 喜欢他 儿子喜欢的来不得了 我告诉你们 前世的因果呀 都是 前世的因果呀 这个妈妈为了他 为了他这个儿子啊 跟他爸爸都搞得 那个淒哩花啦 叮 叮 讲啊 怎么不讲叮了 我逮到你了 那应该怎么样的解决呢 师父 念解节奏 你看他一讲到他儿子 他嗲的咧 就像个少女一样 你们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前世的冤结 前世是夫妻啊 好的咧 从小生出来就爱他 爱他呢 不得了的 很多妈妈跟孩儿子 都是前世的夫妻呀 看看表情来了 头低下来了 看见吗 不好意思了 看见吗 这个就不要翻译了呀 那需要念小房子吗 师父 要 他想念65张 他相信不相信 台长再讲一点 让他相信一下 他就知道了 他要他好好念经 他生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啊 有一点难产 哎呀 哎呀 卢台长 卢台长连这个都看得出来啊 好 好了 放生需要多少条鱼呢 师父 放生倒是不多 三百五十条 好吗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你叫他跟儿子多念点解节奏 好吧 好的师父 然后他儿子呢 会对他很好 明白了吗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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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问题吗 好了没有问题 好好念经